人們只想這裏怎樣住 問題不是二十四小時 你只是睡覺 只有一張床 因為網上有些說得很誇張 他是這個鐵紋裏 位於長沙環四個太空倉的房租人陳生 四個人合份要月租9800元 即是每個人要2500元 如果自己一個去租就要2800元 這個房租貼紋出門沒多久 已經惹來網民熱議 有人形容是份棺材 但似乎陳生就覺得沒甚麼問題 他還在單位內擺足12個太空倉 標榜可以做宿舍 不過根據法例 出租12個或以上床位 就要申請床位預鎖牌照 民政事務總署都證實這個單位沒有拿牌 不過陳生也是那句 沒有了 我們再發現多一個問題 就是根據單位塗漬 實用面積應該只有200多平方尺 但記者進去參觀時 發現單位比這個數字大很多 除了可以擺到12個太空倉 還有三個廁所加上一個共用客廳 我們還發現屋內部份的窗 被綠色的布遮住 陳生就這樣解釋 綠色的那些 拆望不到外面的 這是對… 是投行來的 所以才能做到 我們翻查大廈塗漬 發現被綠布蓋住的位置 本身只應該是有閃縫的平台 換言之 單位部份位置極有可能是潛建出來 記者粗略估計 潛建出來的面積有機會超過300呎 令原本200多呎的單位 變成近600呎 事實上 早在2015年 單位的業主已經收過屋瑜署發出的清冊令 不過至今還未執行 我們事後表明記者的身份 打電話給陳生 初時他就說自己只不過是地產代理 我是地產代理 我最受用的 因為我有甚麼想問 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 到記者再一次打電話給他 他才改口承認自己是業主 我安心地產代理 我會否說幾次回答 屋瑜署回應時說 星期一曾經去過攝氏單位跟進 但沒有人應悶 輪偵花 Julia 蘇 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